所有变形金刚都可以使用一件扫描功能吗 在变四中身负重伤的擎天柱 发生一辆破烂的小卡车 想到要去会见自己的小弟 下一秒他就扫描起迎面使来的重型卡车 瞬间开启华丽变身 身上的锈块也逐渐脱落 在短短的数秒内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崭新的西部之星5700X1也是帅到爆炸 纵观整个变形金刚宇宙 基本所有的汽车人都可以使用一件扫描功能 而霸天虎在影片中的展现次数却寥寥无几 仅仅只有独立电影中粉碎和反弹球使用 他们先是扫描起地球的两款跑车车系 后来又在与军方会见时扫描了军用战机 反观汽车人这边 变一刚登场时就全员进入扫描模式 他们从最初的原始形态纷纷开启电身 用来伪装自质 擎天柱降落在野外 他扫描的是一辆彼得比尔特开车 而救护车则是在居民区化身为 汉马改装的救援抢写车 铁皮则掉入游泳馆里 它出来后就化身为一辆通用公司的GMZ车 爵士则是在4S店扫描起展览的 庞迪亚克Sources GM 而使用这个功能最多的当属我们的55开大黄蜂 每一部它都以全新的载具形态登场 几乎将雪佛兰品牌秀了个遍 可霸天虎却完全不适用这个功能 在变30身负重伤的老威落魄至极 骑载具也是一辆老旧的麦克泰坦拖车头 为什么威震天不去扫描一下战机或者新车呢 那伤势不就可以瞬间修复 其实是导演为了平衡两方的实力 霸天虎本就实力强大 如果再多加一个能修复伤势的扫描功能 那汽车人根本无力于之抗服